台中北屯区松茂里 为了妥善的维护以及管理后花园的工具 以及打扫器材 特别定制工具箱以利保管 那么今天里长特别邀请老师带着志工们 把4米宽1.5米高 冷冰冰的大铁柜 变身成为了环保爱地球的图像 有花草蝴蝶围绕着地球宝宝 既温馨又别具意义 拿起刷具沾上颜料 冰冷的铁柜瞬间成了大画布 五六位里民们低着头尽情挥洒创意 我们还是很认真在维护 要清洁打扫 但是之前没有一个固定的工具箱 我们找个时间我们跟它彩绘一下 那我们的园区这么漂亮啊 是不是跟它融入跟它结合 他说好啊好啊 那要怎么话 我说我们还是有一种观念 就是守护地球爱护地球 原来这个铁柜是北屯区松茂里 后花园的工具箱 为了妥善维护及管理清扫器具 以及工具 特别定制达4米宽1.5米高的工具箱 经过里长与老师的讨论 决定以爱护地球理念作画 希望能唤起民众守护地球的心 仅用三个原色 蓝色红黄作为调色 就能完成一副编纷充满神秘力的作品 就是守护地球 所以有画到那个地球宝宝 然后大家可以守护它 那因为这个环境是大家的 那里长带领大家这样子一直在整理 这么多年来 可以有为社区尽一点点心力的 我们都愿意 那当然我们虽然不是不会 我们就是一样画葫芦 老师怎么教我们怎么画 那真的最后的呈现 大家都很快乐很欢乐 冷冰冰的铁柜工具箱 经过里民们的巧手 瞬间变身为环保爱地球的图像 有蝸牛花草蝴蝶围绕着地球宝宝 温馨又别具意义 感谢观看